南蘇丹議會議長伊格加星期六在首都珠巴幾十萬歡慶獨立民眾前宣讀了正式獨立宣言 在士兵降下北蘇丹國旗並升起新的南蘇丹國旗時,大眾歡呼著弱 總統薩爾雅基爾隨後宣誓,他誓言要維護憲法,促進南蘇丹人民福祉和發展 南蘇丹共和國在當地時間星期五凌晨時分成為世界上最新的國家 珠巴民眾在街頭集會歡慶新國家誕生 歡慶活動期後在珠巴一個以蘇丹內戰中南方軍隊領袖 約翰加朗名字命名的體育場內繼續進行 眾多各各正要對歡慶民眾發表講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